大家好 本期视频的主题是 畸形演奏法的多元用法 下集 在上集中 我为大家介绍了 畸形演奏法的多元用法 它能够使我们的乐曲 无限契合当下承载它的艺术语境 本期视频呢 我来分享一下去年春夏 我在北美的多元化演出经历 和近年来在北美的 正月传播经历 这些经历促成了我对 畸形演奏法的多元用法的体悟 我在北美地区生活的这几年 参加了各种各样的演出活动 尤其是去年的春夏 基本上每个州 都会有不同种类的演出 当时我也是体会到了 什么叫做 我不是在演出 就是在去演出的路上 那段日子对我来说是个挑战 参加的演出包括 录播演出 线上直播演出 剧院演出 户外音乐会 艺术沙龙等等 演出的内容包括 常规的曲目演奏 伴奏和激性演出 我参加的这些演出呢 大部分都是没有彩排的 我在正式演出之前呢 可以做一些试音 那那些演出场地呢 在我演出的时候 当天也是我第一次去 第一次看到我当晚 要演出的舞台是什么样子 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需要以最快的速度 去了解我即将演出的舞台场地 还有音响设备 因为我在北美这边 有些活动负责人员 他对争并不是非常的了解 所以我还需要去跟他们沟通 收音上的问题 在2019年与2020年交替之际 我迎来了在北美的第一场演出 也是因为那场演出 我发现了很多问题 它是我体悟出激性演奏法 多元用法的一个导火索 当时我就读的研究生的学校呢 有一场大型的艺术活动 我的争读奏是其中的节目之一 那场演出的场地 是在一个比较大的学校活动中心 比较空旷 有一点像半开放式的空间 在演出的时候呢 那个空间里挤满了人 因为半开放式的空间 所以人是可以随时进进出出的 在我演出的时候 刚谈完几个乐剧 台下的观众就开始为我欢呼了 有点像是在开演唱会的时候的 那种欢呼 而且一直持续不断 我非常感激观众对我的捧场 那可是在演出的当下 我发现我的演出与演出场地 还有观众之间出现了缝隙 我想要通过我的琴声 传递给观众的东西 并没有传递到观众那里 而观众接收到的东西 与我想要传递的东西之间 出现了偏差 对于那场演出 如果单从我自己的演奏角度来说 我对我自己的乐曲演奏 是比较满意的 然而如果我把角度放在全局 这场演出是非常失败的 它脱离了演出场地 同时它也脱离了观众 这场并不怎么成功的演出 背后却带出的问题 在我心中种下了一个种子 紧接着我又参加了一次演出 这个演出的场地 是室内封闭式的一个场地 地方不大 但是非常的温馨 在那场演出里呢 虽然谈了与上次演出不同的曲目 但是使用的呢 是相同的谈法 与乐曲的处理体系 然而只是地点的不同 演出效果 却是翻天覆地的改变 在演出的时候 我感知到 我传递出的正音 直接传递到了观众的心中 并且我能感知到 观众对我演出当下 他们内心对于音乐的感受与反馈 并且观众从我的音乐中 接收到的东西 与我真正想要传达的是完全一致的 同时我感知到 当下的演出环境 承载着 呵护着演奏者 音乐 和观众之间那无形的 却流动着的能量循环 当下我发现 我不只是一个我 有一部分的我 完全投入的传递音乐 又有另一部分的我 感知着演出全局的一切发声 其带来的感受 又推动着我下面的音乐演奏 他们又是互相滋养 合一不分 我认为演奏者在演奏的时候 完全地进入到自己的音乐 完全地投入到自己的音乐 被自己的音乐感动 并且将其毫无保留地传递出去 只是现场演奏的一部分 在其之外 还需要演奏者去开发更完整的感知能力 感知到在我之内 还有另外一个我 在同时感知演出当下的全局的一切发声 让这两个完整的我互相合作 在演出的当下 用声音与其内涵的无形能量 和虚空中流动的善美爱邀请观众 与每一个演出现场的生命临在进行能量循环交流 这时演奏更是自己与自己的对话 与处在不同时间线空间点的自己对话 在去年的这些各种各样的演出活动当中呢 我发现我在不同的艺术语境中 需要在演奏时不断地调整自己的乐曲处理体系 这样才能使我的音乐达至我上述的那种状态 这样我的音乐与其外在的所有事物 才会没有缝隙 合一不分 去年夏天的时候 我遇到的演出状况是什么呢 就是说上一周 我的演出是在一个室内剧院里面 那这一周我的演出就是在一个开放的户外演出的环境里面 那还有一次演出呢 我刚刚记性完 马上就要呈现常规的曲目演出 那再过几个小时之后 又要进行记性演出 那还有的情况是 下午的时候我参加的是一种录播演出 晚上我就要进行现场的演出 去年夏天的演出季呢 承载我的演出的艺术语境 在不停的变化 我发现即使是谈同样的作品 在不同的环境下 我的感知体系 在我演出的当下 与艺术语境发生连接的当下 我的感知很自动的想要去 即兴调整我的乐曲处理体系 为了去与当下承载音乐的环境契合 以上是分享在演出时 我经历的不同的艺术语境的转换 那下面呢 我分享一下在传播层面的不同语境转换 去年春天的时候 我在加拿大一个省份的公立学校 做了一个正月传播的项目 这个项目分成了两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是当地的公立学校 会分配给我一个在公立学校任教的音乐老师 我跟他合作一起给这个学校的学生呈现正月的介绍课程 走进他们的日常音乐课中进行面对面的正正月传播 第二个部分是主办方帮我录制正月传播系列影片 这其中包括我的正读奏视频 主办方对我的采访视频和一些简单的技法展示教学片段 这个系列视频呢 会进入到加拿大一个省份的官方教育系统中 每一个来到这个省份读书的学生 都会在他们就读学校的音乐课堂上看到我这一系列的视频 那这一系列视频呢 他的那个网站目前还没有正式运行 还在建设当中 那我也很期待他正式运行 我在做这个项目的时候 我进行的正月传播的社会文化背景 跟之前我在国内做正月教学是完全不同的 我需要调整正月传播的内容 让他们更容易被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们吸收 我的正月传播的影片和当时的音乐课堂面对面传播呢 对于大部分学生来说是他们第一次接触到正月的入口 在我走进课堂面对面传播的时候呢 因为不只是做一次 在那在做的过程中呢 我跟那位加拿大本地的音乐教师的合作呢 就不断地激发出新的灵感 很多课堂上的改动都是实时进行的 我在这里分享一下 我认为我最满意的一次正月传播课的内容 在上课开始之前呢 学校的音乐老师在教室的地上铺上一卷很长的卷轴白纸 是那种摊开了平铺在地上的 我的针呢就放在一边 然后上课铃响了之后呢 学生在教室外面集合准备进入到教室当中上课 那这个时候呢 我在教室里就开始弹琴了 我用来自东方的针音迎接每一位学生进入到教室里 我一直就是不停地弹 有点像是背景乐一样 直到他们落座 那学生上课的时候 他们是坐在地上的 就对于大部分学生来说 针音是完全新的一种声音 我能够感到他们进入到教室的时候 注意力完全被针的声音吸引了 他们很快就会坐好 然后呢安静地听着 紧接着我开始对针乐进行一些介绍 那同时也搭配我准备的PPT 介绍完之后呢 我又开始弹针 这时候呢 学生需要参与到我的演奏中 他们要在我演奏的时候呢 同时在地上铺着的那个 长的那个卷轴白纸上面画下 听到我演奏时 他们脑中浮现的画面 这个大型的卷轴白纸上的 每一位学生的画作 汇集成的一幅大型的卷轴画呢 会成为全班的一个作品 好像是在学校的某一个活动中会展出 这个环节我记不太清了 在这儿呢 我展示画卷中的一部分 这个呢 是由一个学生画的 当时看到的时候呢 我是非常的惊喜 这个学生是西方人 他呢 也是第一次听到针乐 而且他只是一个小学生 我非常的惊喜当时 那在这次面对面传播活动中呢 学生们问了我很多问题 让我感到向世界输出我们的文化 已经是刻不容缓 而且任务非常的艰巨 那我在这里呢 鼓励大家 不管是从事什么样的中华文化相关工作 请大家尽可能的向世界输出我们的文化 让我们的文化成为世界各地人们 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 去封迎世界各地人们的文化生活 这边对我们的文化而言 不错 Jo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